為何有些人明明人緣好都沒有拖拍 應該這麼說,有些人是有桃花的 但兩樣東西,桃花和姻緣 姻緣真的會很薄弱 有桃花,譬如有人追的 但姻緣是不弱的,但你真的要把握 提醒他那些桃花出了 這個桃花出了,你就要有取捨,要決定 決定這個,OK,很配合,就會在一起 若然不是,來到後好像又差一點 不是自己心目中的要求 可能又會過一段時間才有機會 擺不擺在桃花鎮呢?會不會有很大分別呢? 去年我試過幫一個客人,媽媽說女兒想桃花旺 教媽媽在家放桃花鎮 原本她很弱的,就是在桃花鎮裏面幫助她增加 加強,原本是看她的命格 如果不知她的命格的話 最快點的話,就在年頭放到年尾 不知道哪個月特別旺一點 那個月特別旺一點,再放桃花鎮就再加 女兒也叫做去年年尾拍拖拖 八字內的性格特徵會否影響到姻緣? 我見過一個男子,一個客人 她本身有很多桃花的東西 但是一直都拍拍下單,拍拍下單,拍拍下單 很大程度都是性格問題 始終性格問題會阻礙到她的紮擾條件 變成就覺得,拍拍下覺得不對 不是她心目中想法 就會是自己會直接推了對方 但這些真的要看八字性格的問題 就要改善一下 除了桃花擺陣 那家裡還要準備些什麼呢? 很基本就是,家裡的風水就很像那個人 你這個人不打扮好,你的頭又黏 臉又油,穿山又污蝦 等到家裡又吞噼,又雜物又多 那哪會有運行呢? 是講個道理而已 其實只不過,很多人都不會這樣去想 就是想著,這裡放一塊東西,那裡放一塊東西 然後你再放幾塊東西 但是你擺之前,住在那個人 你先勤力點,收拾好東西 等於你想的店好一點 你先勤力點,做好你的份工 你都不收拾好,不做好,你怎會好呢? 當然了,你家裡這麼多雜物,風水不好 始終你雜物太多,太過凌亂 因為思緒和心情都亂 那就影響大家的情緒,影響大家的關係 那就風水不好,風水不好就關係不好 如果真的要好,活樂點,乾淨點,站立點 人都精神點,心情都好點,關係都好點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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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